人生哪能多如意,万事淡求半衬心 大家好,欢迎来到细品岁月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出差一个月回到家,却发现客厅三人其乐融融 婆婆让我伺候好怀孕青梅 我却笑着,拿出不育报告单 下一秒让她全家人傻眼 我婚前检查出不孕不育,老公对我不离不弃 然而,正当我在享受幸福时光时 婆婆告诉我老公的青梅怀孕了 让我识相点,对她好点 老公从此开始刻意躲避我 我大概懂了点什么 几天后,我在衣柜里发现了一张不孕不育的检查报告 名字竟然是 出差了一个月,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 推开家门,一股异样的气氛扑面而来 昏暗的灯光下,客厅的沙发上坐着三个人 婆婆、嘉义和嘉义的青梅、沈嫣 江颂,你回来了 婆婆的声音冷冷的,带着一丝得意 我的心跳加速,我感觉到了不对劲 怎么了?我试图保持冷静 婆婆微微一笑,沈嫣怀孕了 我心中一阵,目光与嘉义交汇 但她迅速地避开了 沈嫣则低头玩弄着指甲,似乎并不想参与这场对话 夜深了,我躺在床上,心中五味杂沉 我起身,悄悄走到客房,找到了沈嫣的包 我的手指颤抖地打开包,找到了一份怀孕报告 日期与嘉义出差的时间完全吻合 我的心如刀角,我进一步翻看 竟然发现了沈嫣的日记 我随手翻到了一个日期 上面描述了与嘉义的一次海边之旅 那天,嘉义带我去了海边 我们在沙滩上散步,看着夕阳慢慢落下 她告诉我,她从未这样快乐过 我的眼泪滑落,我紧紧抓住日记 心中的怒火与伤痛交织 坐在书房的椅子上 我不自觉地回忆起与嘉义的初次相遇 那时的她,眼神中充满了热情和真挚 每次与我对话都是那么地专注 我们在公园的湖边 她为我买了一个棉花糖 那是我们的第一次约会 夜色渐深 我走到客房门前 耳边传来沈烟打电话的声音 你知道吗 我真的好想你 她的语气是那么地亲密 我心中的疑虑越来越重 我深吸了一口气 回到我的房间,推开门 房间里摆放着沈烟的化妆品和衣物 显然她已经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 我的目光落在了桌上的照片上 是沈烟和嘉义在一个游乐园的合影 两人笑得那么开心 我缓缓坐到床边 手中紧握着那张照片 多久了 嘉义和沈烟在背后发展得这么亲近 而我竟然毫不知情 那些甜言蜜语 那些承诺 难道都是她对我的演戏 突然 我注意到了照片背面的日期 那是在我们结婚前的某个周末 我因为工作而出差 而她却与沈烟欢快地游玩 我打开沈烟的日记本 与嘉义在游乐园度过了一个美好的一天 她真的是个非常体贴的人 但为什么她还和江颂在一起 不过没关系 我知道 她最终会选择我 我逐字逐句地读着沈烟的笔记 心中五味杂陈 每天早晨 当我从弄中醒来 家中的每一个角落都似乎被沈烟占领了 那熟悉又让我心烦的香水味 在客厅里弥漫 仿佛在告诉我 这里 我也有份 她的杂志随意地散落在沙发上 每一页都仿佛在嘲笑我的无能 但最让我难以接受的是 当我走进自己的卧室 竟然发现她的内衣 就那么大大方方地挂在我的衣橱门上 宋嘉义 我深吸了口气 试图平复心情 我们得谈谈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 眼神中透露出一丝闪躲 我现在有点事 晚上再说吧 她的声音里没有半点愧疚 只有逃避 某天 我在整理房间时 无意中看到了宋嘉义的手机屏幕亮起 那熟悉的名字 沈烟月入眼帘 下面是一条消息 我们的未来会很美好 他们竟然已经为未来做了规划 而我 只是这未来的过客 客厅里 婆婆的声音尖锐而得意 沈烟 你一定要为宋嘉生的孩子 传宗接代 她的话语中充满了对沈烟的期待 不像某些人 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 我靠在楼梯口 双手紧握 唇紧紧拧住 眼中的泪水滚滚欲出 我知道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 我必须做点什么 我和宋嘉义结婚前 我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那天 我们决定去医院做婚检 手牵手 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我还记得 当我们在医院的走廊上 等待检查结果时 宋嘉义一直在给我讲 她小时候的去世 试图缓解我的紧张情绪 但当医生叫起我们的名字 我突然害怕起来 不敢去面对那张纸上的结果 我紧紧地抓住宋嘉义的手 你去拿吧 宋嘉义点点头 走进医生的办公室 不久 她拿着检查报告出来 但她的脸上 没有了之前的笑容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惆怅 我心跳加速 手颤抖地接过报告 那不韵三个字 如同巨石压在我心上 瞬间让我喘不过气来 我的泪 不受控制地绝跌而出 每一滴都是心中的绝望与伤痛 宋嘉义坐在我身边 轻轻地搂住我 江宋 没关系的 我们可以选择领养 或者我们可以不要孩子 我其实也不太喜欢小孩 我只喜欢你 她的话语让我觉得 即使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背离我 她都会紧紧地陪在我身边 但现在 她居然背叛了我 让另一个女人 怀上了她的孩子 每次想到这里 我的心都像被千万片 锋利的刀片撕裂 疼痛难忍 今天是宋嘉的周末家庭聚会 滑灯初上 整个大厅被华丽的吊灯照得通明 家族的成员们都聚在一起 笑声和交谈声此起彼伏 分为热闹非凡 我走进去 身上穿了一件简单的身蓝连衣裙 与场内的繁华和奢华 显得格格不入 我刚走进大厅 就听到了一阵嘲笑声 哎呀 看看我们的江颂 这是要去哪儿 沈焱一身火红的晚礼服 手臂紧紧地环绕在宋嘉义的腰间 眼神中满是嘲讽 宋嘉义尴尬地看了我一眼 但她并没有为我说话 只是轻轻地咳了一声 我深吸了一口气 尝试保持冷静 沈焱 你今天真是光彩照人 她得意地笑了 谢谢夸奖 不过我不是像某些人 每天都像家庭主妇一样 穿得那么朴素 周围的人都笑了 我感到一阵羞愧 但我仍然回应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沈焱 我选择做自己 而不是为了别人的眼光而活 晚上 当我路过婆婆的房间时 我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我悄悄地靠近 想要听得更清楚 沈焱 只要你把孩子生下来 我会给你一大笔钱 婆婆的声音 透露出一丝交集 放心吧 你不给我钱 我也愿意 把嘉义的孩子生下来的 为了嘉义 我什么都愿意 沈焱的声音 带着一丝得意和脚侠 我靠在墙上 心跳加速 手心都开始冒汗 我知道 我必须做出决定 不能再这样被动地接受一切 我整理着衣柜 每一件衣物 都带着过去的回忆 我小心翼翼地叠放着 试图在这有序的动作中 找到一丝心灵的慰藉 突然 一个黄色的信封 从一堆旧衣服中滑落出来 落在我的脚边 我好奇地拿起来 上面并没有写任何名字 只有检查报告四个字 我深吸了一口气 小心翼翼地打开信封 理念是两张检查单 我先看到的是我的名字 江颂 正常声誉 然后 我看到了另一张 上面清晰地写着 颂嘉义 男性不愉 我整个人都呆住了 仿佛被雷劈重 心跳声在耳边嗡嗡作响 这是什么意思 我喃喃自语 难道 我一直被骗了 我捂上嘴巴 试图抑制住自己的悲伤和愤怒 我想起了那些年 我为不能怀孕而自责 为此流下的眼泪 为此受到的冷言冷语 而宋嘉义 她居然知道真相 却一直隐瞒 甚至让其他女人 怀上了她的孩子 不对 宋嘉义不能生育 那沈烟的孩子 到底是谁的 我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翻阅着一本杂志 试图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突然 门被猛地推开 婆婆和沈烟 像两阵风般冲了进来 沈烟的高跟鞋 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声音 她的手轻轻放在她肚子上 嘴角上扬 显得得意洋洋 婆婆的眼神像两把尖刀 直直地刺向我 江宋 你给我听好了 这孩子是宋嘉的未来 你最好知道自己的位置 不要有任何妄想 我放下手中的杂志 冷笑 哦 你们还真是高兴得太早了 沈烟走到我面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你就是嫉妒 嫉妒我怀上了嘉义的孩子 而你却是个不孕之身 我深吸了一口气 尽量保持冷静 沈烟 你确定那孩子是嘉义的吗 婆婆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 她怒气冲冲地指着我 你少在这里放屁 沈烟怀孕期间 你要好好伺候她 不能有任何闪失 否则你看着办 我站起身 眼神坚定地看着他们 凭什么 你们以为你们是谁 你们不要太得意 事情还没结束 那天阳光明媚 我在公园里散步 试图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 当我走到湖边 准备喂鸭子时 一个熟悉的声音 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转头 看到沈烟正与一个中年男子 坐在湖边的长椅上 他的手放在男子的手背上 两人眼神交汇 笑得如此甜蜜 我心跳加速 快速地躲在了旁边的丛林里 掏出手机 悄悄地拍下了他们的照片 沈烟的笑容 那男子的亲密 每一个细节都被我捕捉到 回到家后 我开始在网上搜索这个男子的信息 很快 我发现他是城里有名的富商 名叫李文博 而且他已经结婚有孩子 他的妻子是一个著名的律师 常年在外地处理案件 我找到了李文博妻子的社交账号 将照片私信给了他 只留下一句话 你应该看看这个 不到一个小时 我家的门铃响了 我打开门 一个穿着黑色西装 气质出众的女人站在门口 她的眼神中充满了怒火 你是江颂 她冷冷地问 我点点头 是的 你是 我是李孟婷 李文博的妻子 她说完 不等我反应 就冲了进来 我跟在她后面 只听到楼上传来一阵尖叫和哭喊 我走到楼梯口 看到李孟婷正在狠狠地揍沈烟 婆婆上前劝架 也被她一巴掌打飞 你这个狐狸精 敢勾我老公 李孟婷怒吼道 沈烟哭喊着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站在楼梯口 看着这一切 你这个狐狸精 居然敢陷害我 沈烟的眼中 充满了愤怒和恨意 她的手指颤抖地指着我 我愣住了 完全没想到她会这样指责我 你说什么 自己做的事情 见不得光现在怪我头上来 婆婆的脸色阴沉 她的眼神中充满了怀疑和指责 江颂 你怎么这么狠心 居然陷害沈烟 我感到一阵气愤 你们都疯了吗 我为什么要陷害她 沈烟哭得梨花带雨 你就是嫉妒我 嫉妒我怀上孩子 所以才会做出这种事情 我冷笑 你真是脸皮厚到家了 你以为你是什么 婆婆怒吼 江颂 你给沈烟道歉 我冷冷地看着她 我为什么要给她道歉 她才是应该向我道歉的那个 沈烟突然冲过来 你赶快离婚 滚出这架 我怒火中烧 一巴掌打在了沈烟的脸上 你再敢这样对我 我会让你后悔的 沈烟捂住脸 眼中闪过一丝恐惧 你敢打我 我冷冷地看着她 怎么 想不想尝尝身败名裂的滋味 你等着瞧 听说江颂家里出事了 她老公和别的女人有了孩子 在公司的休息室 几个同事围坐在一起 声音低沉 仿佛在讨论什么大事 真的假的 一个女同事 眼睛瞪得大大的 显然是被这个消息震惊到了 真的 我切耳听到的 是她婆婆和那个女人一起来公司 还当着大家的面说的 另一个同事神秘地说 我端着咖啡 听到这些话 我知道这都是沈烟和婆婆的手段 他们想要毁了我的名誉 让我在公司无法立足 江颂 听说你家里出事了 我的同事走过来 脸上挂着一副假笑 真是太不幸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 努力保持冷静 不要听信谣言 唉 这种事情 谁知道呢 同事故意摊摊手 不过 你还是小心点吧 我冷冷地看着她 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回到自己的办公桌 我决定要加倍努力 证明自己的能力 我开始加班 参与更多的项目 需要能够得到上司的认可 在一个项目中 我凭借自己的努力 成功帮助公司 赢得了一个大单 当我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上司时 她非常高兴 江颂 你做得很好 这个项目对公司非常重要 你为公司带来了 很大的利益 我微微一笑 谢谢 我只是尽了自己的职责 不 你做得非常出色 我决定给你加薪 上司说 我心中一喜 谢谢 我会继续努力的 走出办公室 我看到那些嘲笑我的同事 心中充满了自信 我知道 只要我努力 就一定能够证明自己 我坐在书房的窗前 手中捧着一杯热茶 看着窗外的风景 心中却是五味杂陈 我想到了我婚礼那天 那个本应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日子 江颂 你这婚纱真是太大了 看起来好像个气球 沈烟当时嘲笑地说 她穿着一身紧身的红裙 显得身材凹凸有致 与我形成鲜明的对比 沈烟 这是我的婚礼 你少说两句 宋嘉义当时皱了皱眉 试图制止她 但她的眼神中 却透露出一丝不忍 哎呀 我就是开个玩笑 你这么紧张干嘛 沈烟撇了撇嘴 我只是觉得 这婚纱真的不适合江颂 我当时强忍住怒火 谢谢你的建议 但我很喜欢这件婚纱 心里却在想 这是我选择的 与你何干 婚礼上 沈烟不断找我的茶 从我的妆容到我的鞋子 她都有话要说 每次都是带着那种嘲讽的语气 仿佛在告诉所有人 她比我更配得上这场婚礼 我知道她是故意的 但我不想让她破坏我的好心情 我告诉自己 这是我的日子 我要活得精彩 我起身走向衣帽间 打开最里面的柜子 是那件婚纱 这么长时间 都已经沾满灰了 就像我的婚姻 尘埃满满 明天是宋家的大日子 一年一度的晚宴 我今天早早入睡 等着明天的到来 因为那将会是一场好戏 晚宴的大厅华丽而繁忙 金色的吊灯下 宾客们举杯交错 笑声和交谈声 此起彼伏 我被安排在最边上的位置 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 被冷落在这热闹的宴会之外 可这并不重要 我才不在乎 是不是坐在角落 家族的继承问题 一直是我们宋家的重要议题 婆婆站起身 她的金色项链 在灯光下闪闪发光 我希望我们家能有一个孩子 继承宋家的事业 所有的目光都转向沈烟 她微微一笑 显得得意洋洋 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的胜利 只有我怜悯地看着她 等着下一秒 揭露一个可笑的事实 我站起身 从包里拿出宋家义的 不遇检查单 高高地举在手上 既然我们在谈论继承问题 那我想问问 这个检查单是怎么回事 家中的气氛瞬间冷凝 所有人都看向宋家义 她的脸色变得苍白 唇微微颤抖 但没有说话 婆婆妻的脸色发红 看着沈烟和宋家义 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 沈烟面色也变得苍白 她站起身说 都是江宋那个女人 见不惯别人好 婆婆生气地指着沈烟 我只想知道 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 两人开始争吵 家中的气氛变得更加紧张 我坐在一旁 拿起酒杯 慢慢地喝着酒 心中有种说不出的畅快 这场戏终于开始了 宴会的结束 并没有带走家中的紧张气氛 沈烟一进门 高跟鞋的声音 在大理石地面上回响 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怒火 直奔我而来 江宋 你真是太过分了 沈烟的声音 尖锐地刺痛了我的耳膜 你以为拿出这张 人工合成的检查单 就能证明什么吗 你凭什么说 我怀的孩子不是嘉义的 我冷冷地看着她 你想说什么就只说 不用拐弯抹角 沈烟冷笑 我已经怀孕了 孩子是嘉义的 你再怎么抹黑 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婆婆也站了起来 她的脸色红得像一块烧红的铁板 你这个女人 真是家族的耻辱 你不但不能生孩子 还要诋毁我儿子的名誉 你真是太过分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 努力保持冷静 我只是说出事实 如果你们觉得有什么不对 那是你们的事 但我要告诉你们 要想人不知 除非几末尾 家中的气氛 再次变得紧张 沈烟和婆婆的眼神交织在一起 仿佛在商量了下一步的计划 而我则坐在沙发上 心中早已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这个女人背后到底藏了什么 明明知道宋嘉义不能生育 却还是死皮赖脸缠着 宋嘉虽说不是什么小家庭 但是也不至于大门大户 决定要一探究竟的我 用了一些小手段跟踪沈烟 一心想探清她背后的真相 然而 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她的一天活动 居然如此波澜壮阔 早上 她在小资情调的咖啡店 与一个年轻男子亲密的聊天 仿佛是情侣之间的私语 接着 她又换了个角色 与另一个男人 在光影中欣赏着一部电影 如果这一切仅仅是朋友之间的聚会 我也不会大惊小怪 但中午 她再次换了打扮 与另一男士悠然自得地 出现在一家顶级餐厅 他们的行为 似乎暗含着些许秘密 更让我心惊的是 她竟然与这个男人直奔酒店 我在车里紧张又好奇地等待 心跳的声音 仿佛能撞破车窗 不久 沈烟又和另一个不同的男子 出现在酒店大堂 这是什么情节 这一天 她究竟是怎样的存在 而到了晚上 她又如同变了个人似的 与宋嘉义在餐厅里 温馨共进晚餐 看着宋嘉义对她那迷恋的眼神 我几乎要怀疑自己的眼睛 难道她真的不知道 沈烟白天的种种吗 坐在车里 我为沈烟的手段和智慧感到震惊 她像是一位大师 精通人心 将每一个场合 每一个男人都掌握的恰到好处 但直觉告诉我 我所见到的 只是她生活中冰山的一角 那隐藏在水面下的沈烟 恐怕更为复杂和扑朔迷离 我深吸了一口气 走到宋嘉义面前 我们离婚吧 宋嘉义显然没料到 我会这么突然地提出 她愣了愣 眼神中闪过一丝错愕和痛苦 好 她的声音低沉 像是被人掐住了喉咙 婆婆听到后 立刻像被踩到尾巴的猫一样 怒气冲冲地冲了过来 你敢 你这个没良心的女人 你敢离婚 我看了她一眼 眼神冷冽 我和宋嘉义的事 不用你操心 婆婆气得脸红脖子粗 你这个女人 真是不知好歹 我冷笑 你还是先去和外面的人 说说你儿子不能生 还有沈烟肚子里孩子的是吧 宋嘉义的脸色一变 她显然没想到 我会当着婆婆的面 说出这些 江宋 你不要乱说 我看着她 嘴角微微上扬 我乱说 你自己心里清楚 婆婆气得直跺脚 你这个女人不知好歹 乱造谣 沈烟已经将辟图的事情 告诉我了 我冷冷地笑了笑 那就不要怕咯 离婚不是更给他们 创造机会吗 婆婆怒吼 宋嘉的名声不能坏 我挑眉 坏也不是因为我 家里的气氛 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 仿佛随时都会爆发出火花 我接到一个慈善晚宴的 邀请函 邀请我上台发言 我对这次活动的举办方 并不熟悉 我猜测 背后一定有人在操纵 尽管如此 我决定接受邀请 晚宴当天 我选择了一件低调优雅的长裙 配上一双高跟鞋 整个人显得既庄重 又不失风度 当我走进会场时 感受到了众人投来的目光 其中不乏羡慕和好奇 晚宴的气氛 原本是庄重而热烈的 但当我走上台准备发言时 突然感觉到 一股冷风从背后吹来 我转头 看到沈烟站起身 她的眼神充满了挑衅 江宋 你真的觉得 你有资格站在这里发言吗 她的声音尖锐 刺痛了每一个人的耳朵 我深吸了一口气 尽量保持冷静 沈烟 这里是一个慈善晚宴 不是你发泄私人情绪的地方 她嘲笑地笑了 我只是想知道 你凭什么代表我们发言 我微微一笑 那你觉得 你有资格代表我们吗 在场的人都屏住了呼吸 等待着接下来的发展 我转身 指向背后的大屏幕 请播放视频 随后 屏幕上出现了 沈烟与多名男子的 不正当关系的视频 现场的气氛 瞬间变得冰冷 所有人都看向沈烟 她的脸色变得苍白 她的眼中充满了恐惧 这就是你的真实面目吗 我冷冷地看着她 沈烟没有回应 她急忙从座位上站起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现场 我看着她匆忙的背影 心中不禁感慨 自己设计的圈套 最终却是自己跳了进去 每天早上 当第一缕阳光 透过窗户照进房间时 我都会早早地起床 开始新的一天 那种清新的空气 仿佛都在告诉我 新的一天 新的开始 我决定辞去那份 稳定但乏味的工作 选择自己创业的道路 每一天都充满了挑战 和不确定性 每当我想到 那个梦想中的设计工作室 所有的困难和疲惫 都变得微不足道 这是你要的材料 我的助手小爱 递给我一叠文件 她的眼神中充满了期待 我接过文件 轻轻地翻了翻 谢谢 小爱 你总是这么细心 没事 这是我应该做的 小爱笑了笑 她的笑容总是那么温暖 对了 明天有个客户 想要和你见面 听说是城里的大亨 有个大项目 想要合作 我眼睛一亮 真的吗 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小爱点点头 是的 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 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我深吸了一口气 放心 我会的 我会亲自准备这次的提案 绝不会让客户失望 每天 我都会亲自参与到工作室的每一个环节 从设计的初稿 到施工的最后一颗螺丝 每一个细节我都要亲自把关 因为我知道 每一个细节都代表着我的名声 和工作室的品质 虽然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 但我都没有放弃 我刚刚从工作室回到家 脚步还未稳定 手中的文件还未放下 就听到了急促的门铃声 我心中有些疑惑 这个时候会是谁 当我打开门 婆婆和宋嘉义 就像两座火山一样 气势汹汹地站在门口 婆婆的眼神里满是怒火 你这个女人 真是太过分了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沈嫣 我冷冷地看着她 我只是还她一个公道 她做的事情 你们心里清楚 宋嘉义的眼神中 透露出一丝愤怒和不解 江宋 你太过分了 我们是来找你好好谈谈的 你怎么可以这样 我冷笑 谈 你们是来为那个小三说话的吧 婆婆气得直跺脚 你这个不孝女 我告诉你 沈嫣是我们家的未来 你最好给我滚出这个家 我冷冷地看着她 这是我的家 不是你们的 我拿起电话 我现在就报警 有人私闯民宅 婆婆和宋嘉义见识不妙 急忙离开 我刚刚坐下 门铃又响了 我以为是那两母子又回来找麻烦 正想开门大骂 但当我打开门 是公公 她看上去有些憔悴 江宋 我可以进来吗 我点点头 请进 公公坐在沙发上 眼眶红红的 江宋 我知道你和嘉义之间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也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 我看着她 您为什么会来 公公叹了口气 我来是想告诉你一个事实 嘉义其实并不是我的亲生儿子 我震惊地看着她 什么 公公流下了眼泪 是的 她是你婆婆和其他男人的孩子 我坐在沙发上 心中五味杂陈 这些您是怎么知道的 公公叹了口气 因为我不能生育 所以当你婆婆开心地告诉我 她怀孕时我就选择了离婚 但宋家是大家 这种事情传出去我没面子 所以一直都是分居 今天来是想告诉你 你是个好女孩 你为我们这个家付出的 我都看在眼里 但你婆婆她们做的事情太龌龊了 我决定不能再容忍 我看着公公 心中充满了感慨 原来这个家中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我踏入婆婆家的大门 环顾四周 冷笑道 原来你们家的大少爷不能生 是你们自己种下的恶果呀 婆婆的脸色 瞬间变得铁青 她警告我 江颂 你在我家门口放肆 你最好小心点 我不懈地看着她 我说的都是事实 你自己心里清楚 你们家的秘密 我都知道 宋嘉义的脸色也变得难看 我冷冷地对她说 你知道吗 你身上一点宋嘉的血统都没有 因为你的爸爸 其实并不是你的亲生父亲 你真正的父亲 现在在哪里都不知道 而你不能生育 是因为你妈妈年轻时的所作所为 宋嘉义震惊地看着我 她的眼中充满了不敢相信 她转头看向婆婆 怒吼 这是真的吗 婆婆的眼中闪过一丝慌张 她试图转移话题 指着沈烟大声质问 都是你这个狐狸精害的 沈烟无所谓的一声冷笑 我怎么害了 你儿子自己不能生 我根本就没怀孕 我只是骗宋嘉义说她的病好了 宋嘉义彻底崩溃了 她的眼中充满了绝望和愤怒 婆婆和沈烟开始扭打在一起 家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火药味十足 沈烟突然大喊 给我五百万 我就离开 婆婆气得直跺脚 但还是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张支票 狠狠地扔给沈烟 滚 不要再出现在这个城市 沈烟拿着支票 冷笑地呸了一口 然后高傲地走出了大门 婆婆和宋嘉义跪在我面前 泪眼婆娑 求你 不要把这些事情说出去 我冷冷地看着他们 甩开他们的手 鼻地说 你们这种人 真是不值得同情 说完 我转身离开了这个充满了谎言和欺骗的家 没过多久 公公决定将这个家族的丑闻公之于众 她召集了家族的所有成员 在宋嘉的大厅里 她站在主席台上 深吸了一口气 开始讲述这个家族的秘密 家族里的人都震惊了 议论纷纷 婆婆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她试图辩解 但公公打断了她 家族的长老们都愤怒地看着婆婆和宋嘉义 他们决定将这两人赶出家族 不再寄予任何帮助 从此 婆婆和宋嘉义在这个城市成了过街老鼠 人见人嫌 他们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再也没有了昔日的荣华富贵 沈烟则继续追求他那被人包养的梦想 一次 她勾了一个外国商人 但被那个商人的妻子发现 那位商人的妻子是可一个不好惹的女人 她找人将沈烟折磨得半死 然后将她丢在了一个偏远的山区 还把沈烟的所有东西丢在水沟里 沈烟昏迷了很久 当她醒来时 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农家小屋里 一个全身不丁的当地农民正在照顾她 沈烟想要逃跑 但那个农民告诉她 她现在是她的财产 她必须为她生孩子 沈烟的命运再次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她从一个城市的狐狸巾 变成了一个农村的生育机器 我轻轻地捋了捋窗前的窗帘 阳光斜斜地洒在我的办公桌上 映射出我那些得过奖的设计作品 每一张设计图背后 都是我无数个日夜的辛勤努力和汗水 电话铃响起 打断了我的沉思 是我的助手小爱 江总 有记者想要采访你 说是要做一个关于成功女性的专题 我微微一笑 好的 让她进来 记者是个年轻的小伙子 她看起来有些紧张 江宋女士 你好 我是都市封上的记者 很荣幸能够采访您 我热情地握了握她的手 请坐 记者问了很多问题 关于我的设计理念 工作室的发展历程 还有我是如何在家庭纷争中坚持下来的 我坦诚地回答了她的每一个问题 希望能够通过这次采访 鼓励更多的女性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采访结束后 记者站起身 谢谢您 江宋女士 您的故事真的很鼓舞人心 我微微一笑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关键是 你要相信自己 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看着记者离开的背影 我心中充满了感慨 我知道 我的故事还在继续 而我 会继续努力 为了那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好了 这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 好 好 继续努力